网品集团新品牌板前和牛铁板烧 主打日本A5和牛龙虾鲍鱼干贝松露 职能板前铁板料理不管吃的还是看的都超级享受 共14道超顶级奢华料理 Hello我是天天 今天来到板前和牛铁板烧 位在捷运双连站台北中山北路上 步行约5分钟的距离交通便利 板前和牛铁板烧的板Saka 在日文含义指的是斜坡 代表很有层次的料理 也象征品牌职人精神很难超越的高度 外观就相当气派低调 进门时会经过两扇门 好像片日式都是这样的设计 整体装滑以木质打造雅致的空间 师傅在现场展示一道又一道如艺术品的料理 现场仅32席建议事先预约 我们有些汤汤品汉一定要做选择 那我们现场先不开始学习 跟您介绍我们 我们吃的海鲜泡它是水牛 我们就知道它味道 那它是虾娃鲜 可以帮你吃 那我们加一点心情 就口味上会比较适合 那我们的河牛铁泡是 我们的海鲜鱼 然后我们的海鲜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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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鲜鱼鱼 海鲜鱼鱼 海鲜 海鲜 松露等 以及食令食书 这样我们前方展示了一个夏季的菜身 都会搭配在套餐里面 那食住我们会使用海鲜跟日本的 比较特别的话 有日本的三钥和紫竹花 那有像我们台湾斋季的这个 蜘蛾果花 口感上会比较清爽脆点还蛮特别的 海鲜的话有南非某鲠 日本肥海鲜的生食鸡干部 已经展示的这个是竹龙虾 最后是今日的土角 四等部的导德沙摩井牛 这一块是A5等级的热盐 那等下前方可以先做拍到 欣赏一下 那前方这个植物我也介绍一下 它分别是有柚香大根跟梅姿黄瓜 那这用柚子酱跟植树那种 都是可以去夹的小菜 那它都是酸酸甜甜的 还蛮菜味的 这右边的呢 它叫做雪盐 实际上呢 它比较细细 它咸度也比一般的野才要再高一些 主要呢是搭配我们料理的 那 呃 我是建议可以选担多一个享用 这样 那这个盐可以去提升我们这个 牛肉的咸甜味 第一道前菜 淋上清爽的陈塑风味醬汁 優雅又清新 那前方会先料理的是 这个越剑山药和牛 牛肉选用的是澳洲Android和牛肉 每个餐会炙烧料理在5分钟 每个餐会炙烧料理在5分钟 下一个炙烧 它炙烧霜面稍微空个肉面 作为主题把它制作成蛋糕的样子 那这道菜是比较酸甜的开胃菜 满满的鲜味在这碗中相当鲜美又暖胃 这是猪猪鲑鱼 那我们撒一点点可以去入饮 它可以采到它一个活动的画面 来吃到这个鲑鱼呢 我们可以搭配这个煮容器煮门蒸 上面还会放一块是盐漬的困物 它的话可以吸取这困物的香气跟甜味 那我们这个鲜门蒸的技法呢 可以使鲍鱼的温度慢慢的进去 等下的口感会比较软的一点点 以下这一块就是盐质的果果 我们会淋上一些清酒分享它的香气 底层铺上马铃薯泥再加上炙烧过的笋片 加上线袍松露的香气使得整体更加丰富 有够奢华鲍鱼很弹牙 日本的北海岛生石鸡干贝 干贝上面铺了海胆南瓜泥跟鱼卵 干贝超级无敌大颗 放在嘴中超级鲜甜饱满 放在嘴中超级鲜甜饱满 幸好生 外面 鱼华鱼 还在沟当地啊 他们也是盛禅地花 所以是把当地的特色给融入进来 还蛮特别的 肥美饱满的龙虾肉咬起来有够Q弹脆口 当做容器 然后在里面的蟹膏 再搭配食酥跟安全蛋去加热来享用 我们则是用龙虾头当做容器 那用它的龙虾膏搭配鲍鱼肝脏 并开始做一个搭配 那也可以赋予这个龙虾头不一样的吃饱 整体滋味浓郁鲜美 真的非常好吃 很惊艳 是我跟V都非常喜欢的一道 火龙果的花很鲜嫩 口感兴起很有新意 结合日式与西式的小汉堡 肉汁丰沛越咬越多汁 M9和牛做成海胆军舰卷 以及松露和牛握寿司 海兰化在嘴里的甜味跟和牛满意的肉汁 松露就更不用说 超级美味 幸福到拍手叫好 用这个小泰国做成海胆军舰卷 做成海胆军舰卷 做成海胆军舰卷 大土 小泰国 水 小泰国 和牛满军舰卷 深呼吸 把背景搭出來 這邊就開槍風暴 五分熟搭配松露蒜片跟雪鹽 再就可以直接開過來滿嘴油箱大爆肉汁 這是黑松露和牛炒飯 和牛肉塊口感細緻帶有紙香 比較可惜是黑松露它的香氣比較薄弱 炒飯超鬆軟 最後的甜點感受到夏日氛圍非常清爽 很棒的收尾 初夏味蕾松露夏宴1880套餐 不管是視覺味覺嗅覺都是一大享受 網品的服務更是一如往常的完美 整體來講奢華跟精緻美味度都有 用餐氛圍也很好 很適合聚餐或有想要慶祝的日子來 我是阿天天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